冬季沛隊掛環 一般選擇4-5千掛環,比較佳當 要掛環前 先考慮 它這個 環的長度,矯勁的匹配 那這樣子 有點勉強 可以再晚一天掛環,因為現在 掛環的時候要配合這個 腳環 這樣掛下去 一腳要掛這樣子 往下 所以這一隻 晚一點 暫時先把它換到另外一隻 這隻腳比較粗 所以這一隻就要先掛 而且這體型稍微大 所以我們就來掛環吧 看斷來講 看斷來講 剛好可以掛 做完一天掛會比較難掛 看斷來講 看斷來講 一隻 而且,有些鴿子的腳比較粗 稍微找一點掛會比較好掛 但太小的話 但有時候太小,他這個腳會 會壓迫到 他這個腳後直會受傷 他這個軟件 鴿子看到他做什麼 就是有些距離 不聽話會懂 就算很難吧 很難看 它要不聽話 掛完之後,我每天都要去巡視他的腳 熱腫的話,也算是痠痛要高 掛完之後癢不傷 好,這樣掛完就完成 好,明天我們再檢查看看 我們現在把手換的殼子換回來 這一次明天再掛 腳勁太短了 再來看一下這下面的狀 這也是 我們就要以腳勁的長度來做區別 我們來測量看看 這個很接近 可以明天掛 稍微嫌短一點點 差一點點,下午掛就可以 稍微 他已經想到的傷 所以,掛完大致的狀況是這樣 再檢查另外一個 應該兩隻都差不多 腦筋有點粗 所以這明天一定要掛 好,不然就會稍微勉強 不然就會稍微勉強 掛 今天再掛 先檢查 發生你是國外 我憋在盯上 我憋在盯上 難聽 太誇張了 失望了 不然 這都沒想到 要是為朋友 要是在這個 再長一點 這個可能要掛 我們看一下 這個角徑夠長 而且夠粗 就要來掛好了 這個 掛完這個 泡馬朝下這個 邊的地方也要走 跨錯就失去比賽這個 好 好 要能夠伸鎖,不會夾到這個上面 這個鋁籃房子,人家套還,所以做得有點小 這個鎖比較短,比較小 這個鎖,好 這個鎖 這個鎖也還不到,其他都已經浮化了 這個就掛比賽環了 這就是我們的小鴿子浮化狀況掛環 就簡單介紹到這,日陸續續以來每天都會掛環 會觀察每個鴿子的狀況下去掛環 或者是它飼養狀況 再觀察它,如果沒有正常掙扎也有可能不掛比賽環 或者是不以參賽 冬季掛環 2020,冬季 正常掛環 正常掛環 創境掛環 正常掛環 早晨掛環 可掛,可不掛 不掛明天比較不好掛 掛完要特別 用那個川東藥膏 或者是黃紋藥膏也可以 或凡士林也可以 這有刺激性不要摸 裡面有薄荷成分不要磨到他的眼睛 有分上下要小心 但這個有邊的 有邊的要放下面 旅館稍小 如果明天再套不好套 正在 另外一隻腳就掛離環到時候再掛電子環 就要再掛電子環境 就要掛電子環境 可以看到 所以要掛電子環境 在那邊 就要掛電子環境 就要掛電子環境 很快 就要掛電子環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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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完要再檢查 到明天 或者是晚上再檢查這個環不要太緊 會扣到這後腳 還有這個勁 如果只有腫起來 會再把它處理 按摩 有時候甚至 如果太 後腳 後腳趾 它如果整個往前的話 你可能就要用後肌鑿 再把它黏住在這個地方 把它撐開 後腳趾 不要收到 收到跟前指 就會影響它的發育 這一隻比較小 可以再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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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掛好 我們就要再檢查看看 早上已經檢查了 或者是示範檢查一下 第一個就是檢查它的後肌 然後 順便檢查在這個關節有沒有 再來它這個有沒有轉動 它的鋁環不要卡死 又沒有空隙 兩隻腳趾都要檢查 OK 沒問題 這是假蛋 因為我 只要它附一隻 一個蛋而已 所以 這是假蛋 這隻 這隻是 柳種的 柳種的 就不掛比賽環 那隻 就不掛比賽 對 那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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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現在 看到 旅邊的 有 如果有些人就是最好是早上掛 早上掛的话他没有吃素能没有东西 比较不会影响到有些人他挂环他会翻 或者是窝在身体的话 那有可能或者是他可能坐在椅子上挂环 然后靠在身体上这样挂 有时候你只要把它翻得太过去 那就可能就是数量里面的时候 跃到那个呼吸道那就完蛋了 挂环是很多种 你跟的习惯不一样 水比较多 长大的液体比较多没有结块 可是现在你也不要处理太小了你处理他搞不到他太小那就小鸽子就受损了 一般这些要等到他稍稍大一点再来处理 而且不是直接喂小鸽子 直接有为他的情歌来处理 为他的父母或者是他的父母来处理这些小鸽子 一般我是如果要处理也是等到里面的父母他的父母或者是保姆下蛋后再来处理 这个稍微小一点 要特别小心 所以另外一只要考虑要不要挂 就要再剪 没什么 在测试 看不见 但这个 每天再挂 應該還沒有,我們看一下 檢查他的狀況還ok 明天再掛 所以明天再掛也有風險 這會燒緊一點,還好他這個進來不會很大 他餵一隻的,他餵的比較薄一點 我們掛完,部都要檢查看看狀況 昨天這個已經掛了 早上檢查